第二人不知道全聚德要过160岁的生日了 但又有多少人见过全聚德这160道菜 咱今天确实是见世面的一天 全聚德160周年之际 他们把过去160周年的160道菜都给复刻出来了 还见到了全聚德四位萌某星厨 这些菜到现在有很多都已经吃不到了 但确实见证了全聚德的成长足迹 我叫吴一波 我在全聚德工作了47个年头 吃烤鸭咱还是得让老师傅给咱领路 全聚德的烤鸭对于北京来说 也不仅仅是一吃而已了 它更像是一副北京的名片 全聚德的创立还要从1864年说起 经历了五个阶段 再到现在的全聚德集团成立 开始了创新发展阶段 2021年我们推出了品牌讲究菜 这不仅仅是对老师傅烹饪器的传承 更是一种文化的宣扬 都说是民以食为天 感受历史更好的方式一定是从吃开始 所以我们来吃饭吧 每道菜都有全聚德160周年的历史底蕴 每只鸭子还都给了一张三分券 不愧是全聚德出来的鸭 这已经不能叫烤鸭了 这不就是义势品了 烤鸭也没想到他们能做出这么多做法 而我们今天吃的每道菜 都是岁月的沉淀 多带人的传承 以后来了北京 不光要吃全聚德烤鸭 还要尝一尝全聚德的菜片 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